新聞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 受到三百紅胎 外圍環流 還有丹波貴風相中的影響 臺灣百部早晚開始落大雨 其中一新八市 日節豪龍最多 已經突破兩百合米 最新新甸新歐路的附近 土焦要崩潰 為了安居山區的旅行裡 有百多人 也經濟特殊豐災 平坡的土焦 讓水都搶到車路來 蓋住一個車道 新甸新有路 因為透明路後 造成過路來土焦山去路邊這水 在山頂一行裡也趕緊脫穿 受到三百紅胎外圍環流 跟丹波貴風相中影響 提升教育是建設前隊 北部跟丹波部發佈大好地步 今天在北部東北部 都會有局部性的豪雨 那其中在新北市地區 還可能會有局部性的超大豪雨 那新竹跟桃園的山區 則是會有局部性的大豪雨 提升教育是落後天氣 要建設到禮拜 而且受到丹波貴風影響 跟三百紅胎外圍環流 除了帶來的明顯港湖 遠海還有比較抗快地區 風水也的明顯比較頭 臺灣附近各個海面的風浪 都非常的大 尤其東半部海域 還可能會有一些長浪的情況 再加上沿海空礦地區 也會有比較強的震風出現 去上個國際 三百紅胎路線 或是衛著流球走去 後天就去接近韓國 提升明星載到後天 要出外去這兩國家的領獎 在注意航班上新的進行 現在綜合報導 意亂 100秒